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可以说颇为坎坷 而这也是柬埔寨当地成千上万个少年的缩影 作为一个荣获世界最不发达地区称号的国家 柬埔寨的经济水平几乎和曾遭到海啸冲击的海地相似 近些年来当地政府为了摆脱这一困境 也在大力发展当地的旅游业 试图将柬埔寨改造成一个旅游国家 这些举措还是有些作用的 随着吴歌窟等景点逐渐为人所熟知 柬埔寨的经济也终于有了起色 许多热爱佛教文化的游客 会来这里参观这座世界上最雄伟的古代寺庙 而为了方便则为雇佣当地人进行解说 而斯雷克就是这样一个导游兼收货员 由于家里条件不允许他在读书 年仅14岁的他 不得不早早地扛起赚钱的重任 帮助妈妈来贩售手工艺品 也正是因此 在短短几年间 这个小男孩就已经可以用16种语言 来和游客交流了 这简直让许多大学生感到惭愧 当地还有许多像斯雷克一样的孩子 他们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 因为饥饿 因为贫穷 因为混乱 这些孩子过早地接触到 这个世界不那么仁慈的一面 看到这里 我们只能祈祷 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能早日走出贫困的阴霾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